大家好,我是Stan 最近一个健身网红在YouTube上传了一个在健身房健身的影片 但是在影片中,这位网红表示 被男生视觉XXX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根据这位网红上传的影片 这位网红在运动的时候 发现了一位一直盯着自己的男性后表示 镜子里的那个穿着红色背心的大树 在我做深蹲运动时一直看着我 很明显的在看着我 并且在影片上标注了停止视觉那个的字幕 对于这个片段 不妨网友们觉得 应该是因为这位网红长时间占用运动器材 导致这位男生很生气 所以才会用事先表达自己的不满而已 实际上,这位网红自己也表示过 自己有时候因为懒得移动 所以会在同一个地方继续做其他运动 因为在健身房长时间自己一个人使用器材的话 真的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 所以一些网友们就会认为 这位男生的眼神其实是在表达对网红的抱怨跟不满 而这个影片是去年上传的影片 但是因为最近又引起了争议 所以这位网红也上传了立场文 在健身房没有经过别人同意 就拍摄影片是我的错 我应该使用马赛克遮挡别人的脸 不过他始终没有向影片中的男生道歉 反而表示 透过跟其他使用健身房的人沟通 发现到那位男生不仅仅是这样看了我 也这样看了其他会员 其他人也被这样盯着看了很久 心情都觉得很糟糕 但是经过反思 我也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 使用了一些过激的单词 我会改过的 在这个立场文后 因为还是有很多网友们指责他 结果最后他下架了频道内的所有影片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如果觉得其他人的视线不舒服的话 可以在家买器材看着镜子运动 没有穿健身房提供的衣服 穿着紧身显露身材的衣服后 在那里吐槽 为什么看我的话 是不是有点 在健身房拿着相机拍摄就是很大的骚扰 换个立场想一想吧 你是主播我是一般人 管他马不马赛克 被拍到就觉得很困扰的 我也是如果有人长时间占用器材的话 会看他一眼的 那个男生也有可能就是那样啊 真的很傻眼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这位YouTube的用词是错了 是该被指责 但不是只因为没有穿健身房提供的衣服 穿了紧身显露身材的衣服 就可以这样让人不舒服的一直盯着看的 不管是30分还是一个钟头 又不是规定一个人只能使用多少时间 如果你要用的话 就不能来说一声 非得要在那里一直盯着运动的女生看吗 不觉得很奇怪吗 对于这位健身网红的争议 华语圈的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在YouTube搜索最多的 K-pop男男一斗排行 前20位 20位セブンティン普森冠 19位NCT马克 18位NCT陀阳 17位旁餐双相当的J-Hope 16位夏英尼天明 15位NCT陀阳 15位NCT陀阳 14位NCT陀阳 13位TOMORRU BY TOGETHER 16位NCT陀阳 16位NCT陀阳 15位NCT陀阳 7位BIG BANG GD 6位BANG TAN GIN 5位XO PAKER 4位BANG TAN GIMIN 3位BANG TAN GIMIN 2位2PM EJUNO 1位BANG TAN GIMIN 0位淀粉少年团 Thank you 1位BANG TAN GI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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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位BANG TAN GIMIN